1909年10月26日 日本近代政治家 明治九元老之一的伊藤博文 在中国哈尔滨遇死身亡 行刺者是韩国人 名叫安仲根 伊藤博文曾经四次担任日本首相一职 是推动日本登上东亚头号强国的主脑人物 同时也是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侵略中国的主谋 甚至有人认为 如果伊藤博文没有死于那场刺杀 二战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韩合拍的奇幻权疑电影 2009迷失的记忆 本片是一部异想天开的历史假想片 故事的起源正是安仲根暗杀伊藤博文的事件 在某个平行时空中 这次暗杀被一个神秘人阻止 从而彻底改变了日本和世界的历史 紧接着日本和美国结尾同盟 那颗原本应该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 被投在了德国柏林 日本最终将半岛占为己有 一转眼 时间来到2009年 整个东亚地区已经沦为日本的领土 韩国不复存在 汉城成了日本的第三大城市 一天晚上 汉城艺术大厦内正在举行一场文物展览会 突然 一群全副武装的劫匪 乘着滑翔翼 从顶层潜入大厦 迅速控制了现场的几十名人质 高级警员东建 带着大批特警赶到现场 由于劫匪拒捕谈判 警方只好采取强攻策略 一番激烈枪战之后 劫匪被全部击毙 警方随后在一个房间里 找到了所有人质 可奇怪的是 人质不仅没有任何损章 反而被保护得很好 事后 东建查到 这群劫匪全是含义 他们都来自一个神秘的地下抗日组织 星月同盟 对于这次袭击事件 东建感到一头无水 劫匪袭击大厦 却没有跟警方谈条件 也没有伤害人质 那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仔细对比现场照片之后 东建发现 星月同盟的真正目标是一件文物 那是一块月亮形的石头 叫做月灵 出土于中国哈尔滨 是古代少数民族 用来祭祀的石器 几十年前 月灵被一个名叫 锦上的日本私人收藏家收藏 这次的展会 就是由锦上财团举办 可对方要一块石头有什么用呢 东建和养父闲聊时 提到这起奇怪的案子 养父是一名退役警察 他提到 二十多年前 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那个神秘的星月同盟 袭击了一艘 从哈尔滨开往日本的运货大船 具体动机 他们当时也没搞明白 东建立即调出 那起案件的相关资料 发现运输记录里 有一个锦上财团的订单 可是当他准备查看 订单详情时 却发现自己没有查阅权限 星月同盟的目标 会是锦上财团 运输的神秘物品吗 东建再次来到展会现场 想要从那块月亮形的 石头上面找找线索 结果被工作人员告知 石头已经被运走了 东建立即驱车追赶 恰好遇上星月同盟的人 正在拦车打劫 双方立即打在一起 混战中 东建发现 这群劫匪当中 有一名长发女子 是他在一家酒吧 见过的服务生 这名女人脖子上 还带着一枚 月亮形状的吊坠 就在最近 东建总是梦见一个 看不清长相的姑娘 对方也带着 这种形状的吊坠 就在东建盯着 女人出神的时候 对方已经带着 那块月灵石 逃离了现场 东建有此推断 井上财团和星月同盟之间 一定有着某种关联 随后 他将这段时间 调查到的线索 上报给了局长 并请求对方授权自己 调查井上财团 没想到 遭到了局长的断然拒绝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东建私自来到 井上财团总部 询问他们当年 运输的货物 具体是什么东西 结果不仅没有问到 任何线索 反而被财团的负责人 狠狠羞辱了一番 原来 东建和父亲 都是寒一日本人 他的父亲当年 也是一名警察 后来死在 自己人的乱枪之下 因为有人举报 东建父亲贪污受贿 出卖国家 还将情报 卖给那个神秘的 星月同盟 这是后来死无对证 不了了之 警局最终 也将事情当成丑闻 压了下来 所以东建也搞不清楚 父亲到底有没有叛国 财团的负责人 似乎非常了解 这段隐秘的往事 因此借此机会 对东建冷嘲热讽 碰了一鼻子会之后 东建来到哈尔滨 找到出土 那块石头的地方 一名考古学家告诉他 当年和月亮星石头 一起被挖出来的 还有一块巨大的石板 由于运输条件有限 那块石板迟到 二十多年前 才被锦上财团 运回日本 东建这才意识到 当年星月同盟 袭击货船 目标正是抢夺 那块石板 从哈尔滨回到汉城后 东建就被局长 叫到了办公室 局长对他 自作主张的行为 大为光火 直接洽达了停职处分 局长的举动 让东建心理的遗团 越来越大 但他也只能回到家 借酒交仇 养父见他一直消沉 终于将他 亲生父亲的事情 合盘拖出 原来 东建的身父 和星月同盟 确实有联系 那次袭击货船 抢夺石板的行动 东建的父亲 也参与其中 后来不幸 在行动中惨死 但养父坚定地认为 东建的父亲 没有贪污受贿 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虽然养父是个日本人 但他非常理解 喊一门内心的国仇家恨 就在两人聊天之际 门铃突然响起 养父刚刚打开房门 就被一名蒙面人 一枪毙命 警觉的东建 立即和凶手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 他打碎了蒙面人的眼镜 但最终 还是让对方跳窗逃跑 警察随后赶到现场 结果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反而将东建 当成嫌疑人 带回了警局 局长怀疑 是他酒后发疯 和养父起了争执 从而失手杀人 法医不久 完全吻合 局长甚至不给 任何辩解的机会 就准备将他押入监牢 东建很快意识到 自己这是中了圈套 就在这时 他又发觉围观的人群中 有一名同事 正在鬼鬼祟祟地 看墙刺激 这家伙还刚刚 更换了一副新眼镜 东建想起 自己和凶手搏斗时 打碎了对方的镜片 立刻明白了过来 这家伙就是 杀死养父的真凶 东建抽准时机 夺过一把配枪 直接射杀了凶手 然后趁机逃跑 大批警察在其身后 穷罪不舍 东建还被一颗子弹 打中肩膀 危机时刻 一个熟悉的身影 将他拉进一间隐秘的房间 搭救东建的 正是他的日本搭档西香 两人在警校时 就是最好的兄弟 西香掩护东建离开 同时告诉他 再见面时 他们将不再是战友 而是敌人 离开警局之后 东建逃到一家酒吧 那个带着月亮吊坠的女人 给他的伤口做了包扎治疗 女人名叫小慧 正是星月同盟的现任首领 这间酒吧的地下室 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这时 一个戴着眼镜的老人 找到东建 将所有秘密悉数告知 原来 那块月亮形的石头是钥匙 而从哈尔滨运到日本的石板 则是时空之门 两者在一起 就是穿越时空的神器 发现这个秘密之后 正是那个叫井上的日本人 利用这两件东西 从2009年穿越时空 回到1909年 成功破坏了 安仲根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 从而改变了最近100年的历史 让整个日本成了一片繁华之地 而韩国则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几十年前 一名日本女性考古学家 意外被卷入了一个时空熊窝中 发现了井上改写历史的秘密 出于对历史的尊重 这名女考古学家将这个秘密 告诉了一个抗日团体 而这个团体就是星月同盟的前身 几十年来 她们一直在寻找月灵石和石板 想要恢复被改写的历史 从而让韩国复生 汉城警局高层和井上财团的人 正是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才屡次阻挠和陷害东建的 如今 星月同盟已经得到了月灵石 也得知了石板存放的位置 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开启时空之门 回到1909年 杀掉同样穿越时空过去的井上 确保安仲根刺杀行动顺利进行 将一切拨乱反正 谁知 星月同盟还没来得及行动 一大批日本警察就已赶到 包围了整个酒吧 他们正式跟踪东建来到了这里 双方随即发生激烈交火 一番混战之后 星月同盟死伤殆尽 在众人的权力掩护下 小慧和东建终于逃了出来 两人来不及悲伤 立即带着月灵石去寻找石板 在一艘大船上 他们终于找到了 传说中的时空之门 就在时空隧道即将开启的时候 东建曾经的好兄弟西湘 带着大批警察追踪而至 西湘也从局长那里 得知了穿越的秘密 为了给东建争取时间 小慧引开了警察 死在乱墙之下 东建趁机穿越时空隧道 来到1909年的刺杀现场 西湘追赶东建 也从时空隧道穿了过来 两人在人群中摇摇相望 昔日的兄弟最终变成敌人 为了祖国重生 东建没有犹豫 在刺杀井上之后 立即开枪打死了西湘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伊藤博文最终倒在了 安重根的枪口之下 完成任务之后 东建带着炸药 决定炸掉那块石板 永远关闭时空之门 与此同时 他遇到了一位 和小慧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 两人即将开始一段新的情缘 一转眼 一百年过去了 时间再次来到2009年 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那段日本一统东亚的疯狂日子 也成了一段无人知晓的迷失记忆 2009迷失的记忆 是一部脑洞大开的动作悬疑片 开头时间混乱的历史大事件 说实让人吓一跳 据说当时这个剧本备受争议 但现在回头来看 影片本质上还是一部 体现韩国人民族情节的作品 趁他为韩国的爱国主义主旋律电影 也毫不为国 韩国人拍抗日片 往往能另辟蹊径 除了这部2009迷失的记忆外 在填成印象中 玄志贤主演的那部暗杀 也是一部剧情扑朔迷离 观赏性极强的抗日电影 有机会也做出来推荐给大家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犯罪和惊悚电影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